它是广西最牛的钉子户 面积只有77平的小破楼 竟狮子大开口索要500万赔偿款 扬言不给钱就死磕到底 愣是拖了十多年坚决不拆 开发商都差点被它号召破产 如今摇身一变 竟成了文明全国的网红打卡地 那么这房主到底什么来头 为何能如此嚣张 画面中这两栋破百不堪摇摇欲坠的微楼 位于御林市十字岭龙茂市场附近 是广西远近文明的钉子户 与身后高档豪华的小区 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正是这一幕看起来十分讽刺的景象 也让这里成为了许多人 慕名前来的网红打卡地 那么为何会保留这两栋奇怪的建筑呢 这还要从15年前说起 2008年御林市政府为了整顿市容市贸 计划要对市区进行重新规划 准备建设新的楼盘 因此就需要拆除老旧房子 于是就掀起了一阵拆迁的热潮 而十字岭龙茂市场附近 很快也被划入了拆迁范围 附近的村民听到这个消息 都开心得不得了 要知道在当时那个年代 拆迁就意味着一夜暴富 不仅可以拿到巨额赔偿款 还能住进新房子 何乐而不为呢 因此大家都期待能赶快拆迁 但是也不乏有些人 总是想着利用这个机会捞上一笔 由于是政府支持的项目 所以赔偿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除了每户赔偿一套商品房之外 还会额外再补贴100万赔偿金 要知道当时玉林市最奢华的小区房价 每平米也不过才4000块 这个赔偿力度在当时已经算可以了 因此附近村民听到这个消息 都纷纷主动跑去拆迁办签合同 不出几天功夫 绝大多数村民都完成了签约 就等着百万赔偿款到账了 但是有两户位于农贸市场正对面的住户 却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死活不愿意签合同 开发商只得派工作人员单独上门沟通 这两户都是足动的三层小洋楼 平时一楼做生意 二三楼租给别人 每年都能有一大笔可观的收益 如果一拆迁 那他们一家自人的经济来源就断了 因此他们希望开发商能多赔点钱 想要从100万提高到500万 然后再外加两套商品房 开发商听后都被气笑了 这两栋房子虽然都是三层小洋楼 但实际占地面积只有70多平 张口就要500万 还得外加两套商品房 开发商肯定是不能同意的 因为拆迁补偿条件是统一规定的 不能因为他们搞特殊 并且其他居民都已经签好了合同 如果一旦开了这个口子 那其他村民都跑过来闹 这拆迁工作肯定就进行不下去了 但是这两个住户却态度坚决 表示没有500万坚决不拆 开发商一时间也陷入了两难 眼看城市化进程不能耽误 于是开发商只得先安排其他村民搬走 再派人找这两户人家做工作 奈何他们油盐不尽 态度很坚决 这一耽搁就到了2009年 给开发商急得团团转 于是决定先让工程队动工 然后再想想办法 期间双方经过了多次沟通 但是都无疾而终 于是开发商只好答应给他们提高到300万 因为这两户的位置确实比较重要 就在小区的正门口 这么关键的位置肯定不能让两个小炮房当这样 不然到时候小区的房子肯定不好卖 一看开发商松口了 这两户人家开心坏了 看开发商一而再再而三的找他们沟通 就知道自家的位置肯定比较重要 就扬言没有500万肯定是不行的 不给够钱的话 谁都别想动我的一砖一瓦 开发商面露难色 本来就已经冒着风险给他们增加到了300万 却还不知足 经过几次的讨价还价 开发商也没有了耐心 于是决定绕过他们重新规划楼盘 很快周围的房子全都拆完了 陆续开始施工了 这两户人家有点后悔了 如果错过这次好机会 那下次拆迁都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于是他们主动跑去找了开发商 说赔偿款好商量 但是开发商却说 小区已经重新规划开始施工了 已经不需要他们的房子了 不会再进行拆迁了 这两户人家追悔莫及 但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要 于是这两栋房子就被孤零零的剩下来 但是谁也没想到 几年之后 这两栋房子却成了网红打卡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就这样 小区很快建成了 这两栋楼就像两个门卫 一左一右的住立在小区的前面 两户人家是有苦说不出 但没想到事情却出现了反转 很快附近建起了商业街 小区旁边还建了一个大的农贸市场 于是这两户人家把房子重新进行了装修 开启了临街商铺 一个卖菜 一个卖肉 声音别提有多红火了 附近小区的居民图方便 都来他们这儿买东西 这两户人家可谓是赚得盆满钵满 经过几年的发展 附近的房价也再一次攀升 商铺的房租价格一年就高达20万 并且这两栋房子太显眼了 很多人都慕名而来 想要一探究竟 慢慢的 这两栋房子也成为了网红打卡地 很多广告商还会把这两栋楼当成广告牌来用 这两栋楼的侧面悬挂上大幅的广告 就这样 房主又可以赚上一笔 这么算下来 房主一年也不少赚钱 之前的100万赔偿款确实有点少了 并且自从这个小区建成之后 出过很多的问题 由于楼层过高 好几栋房子验收不合格 推迟了好几年还没交房 还有很多住户都住了好几年 还没有拿到房产证 只能不断的维权 所以很多人觉得 这两栋人家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但是也有人认为 这两栋房子属于自建房 再过几年就会变成微房 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也没办法重建 更没办法住人了 那到时候房主只能搬出去了 再说了 这两栋房子住立在路中建 不仅影响市容 而且还影响交通 确实有点不妥 不能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 而影响了整个城市化的改造进程 至于拆迁款是否合理一说 其实每次拆迁的赔付金额 都是经过综合考量的 虽然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公平 但是也都在合理的范围内 大家也要学会吃一点亏 而不是这样固执己见 从而影响整体的大局 你是怎么看待的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